那我们第一件事情 你可能就要知道 我这个Power BI是什么 然后怎么下载 首先Power就是力量 这个BI是商业智慧 BI Business Intelligence 就是商业智慧 那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版本 叫做DASETOB 这个版本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还是要教你如何去下载 Power BI 然后Download 我是不是可以去下载 这个Microsoft Power BI 那很多同学下载的时候 他说老师为什么我下载到英文版 所以我只能换一个方式 就是请你们看一下 这是Microsoft的Power BI Desktop 它有分手机版 还有分那个 这个Pubrisher Microsoft的Power BI Pubrisher for Excel 我们现在所讲的就是独立讲这一套 Microsoft Power BI 可是它下载下来是英文版 所以我就说请不要直接点这个下载 请点进阶下载选项 所以点选这个进阶下载选项 然后接下载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麻烦请把Select Language 改一下 改成什么 这个Tranese Traditional 就是繁体中文 好 点它 然后接下来 它会出现变成中文版体 然后你再点这个下载 点了下载以后 它其实有分两种 一种是64位元 一种是32位元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名称 PBI 就是Power BI Desktop 然后乘64 我想应该没有什么很大问题 这就是64位元 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去下载这一个 还是这一个 那你可以点开始 这边不是有一个电脑吗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点这个电脑内容 然后去看一下 我们这边所使用的系统 作业系统 是把它建立在64位元 作业系统底下 所以我们这边 当然就是要装这一个 然后再点卷下一步 这样子你下载下来的 这个Desktop 绝对 Power BI Desktop 是繁体中文版 好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下载完毕就是安装了 所以这边我就不再刻意的带你们做一遍下载跟安装 可以吗 好 那接下来呢 下载完毕 然后安装 然后接下来我们第一件事情 是不是要先打开这个Power BI BYE 好